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哈囉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老四退車 看到沒有 好久沒有在我們頻道出現老車了 等一下 現在18年就算老車了是不是 對啊 這有這麼老嗎 我們拍多久新車了你知道嗎 觀眾多久沒有在我們頻道看到五年以上的車 不要說五年 三年以上都很久沒看到了 我們都快變成新車頻道了 我們是賣二手車的 你不要以為被釘子不小心刺到就自以為可以當耶穌了 給你三分顏色你就開籃房了 買了幾台新車就變車評了是不是 我們本業還是二手車 我們還是要分享一些中古車情報 造福原本就訂閱我們的消費者 所以呢 如果你還沒有訂起來呢 黃金五秒鐘 先問你講吧 不然本來是誰講 重量級啊 對嘛 接下來呢 我們之間將會產生微妙的變化 你感覺到了嗎 不管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感覺很好 好不好 接下來我會讓大家感覺更好 可以嗎 那我們就接下來就讓我們繼續 接下來的節目囉 來到我們現場的是2018年的 Infinity的Q30 用這種方式嗎 這節奏可以嗎 你可以整集都這樣嗎 我不行 我會很累 我會很累 這個是我們在架上官網在販售的 Q30其實我們一直默默的 一段時間一段時間 我們架上官網裡面 都會有個一兩台一兩台 然後一直有一個穩定的銷售 其實在我們架上如果一直都有在追蹤 定期追蹤我們官網的消費者 這是我們店裡面 不是那種庫存量會很大的車子 但是穩定這樣一台兩台 然後就賣掉 過一段時間賣掉 要補 過一段時間賣掉要補的車子 所以利用今天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台車子 那我們來要先講這台 是Q30 1.6 渦輪的風尚版 當時有三個版本 一個是這個豪華版 一個是風尚版 這兩個都是1.6T的 那最後呢 會有一個2.0T的運動版 那我們這個風尚版 當初是149萬 它在市場上販售的時間 以前是2016到2019年 那短暫呢 後來有改成一個延伸的版本 QX30 18跟19年的時候有賣了兩年 就類似什麼 Q30 Ective 再加高 再加高 再加高版本啊 四輪傳動之類的 只賣了兩年 然後後來就停產了 19年之後就停產了 這個是Infinity公司 跟戴姆勒一起合作的 裡面的引擎就是 跟當時GLA200 好用的是一樣的 所以呢 當初銷售量蠻不錯 其實在路上 人間度到現在還蠻高的 外觀見人間制啊 我那時候看到是覺得 有那種日式的韻味在 有一點那種馬山感 車頭確實蠻像的 就整個概念 燈的形狀 但是我覺得 比起馬山來講的話 我自己個人覺得 多了一點點的肌肉線條感 馬山比較 圓圓的 你剛剛講什麼 娘娘的喔 圓圓的啦 我還會圓圓的啦 我還以為想娘娘的 娘娘的 我是覺得它比較奔放一點 稍微肌肉線條感比較重一點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那這個比較多 車友在分享一個通病是 我覺得這個也不能講通病 很多車都會 我覺得GLA也會 它不是會有LED的燈條嗎 都會光摔嘛 發黃 你在路上現在看到很多 那個同年代的那個GLA 或者是CLA有沒有 我伊麗莎白 燈比較大趴的那一代啊 其實都光摔了 燈殼都發黃 然後那個 都已經黃黃的 看起來沒質感 就從冷光變暖光 對對對 類似啦 變暖光了 你去那個 家樂福買燈泡的時候 就選 晝光嘛 晝光色 對 買燈泡的時候 白光跟晝光色 它已經變晝光色了 看起來就會顯得比較沒質感 可是我覺得那個難免啊 多多少少一定都會 時間到了 LED都會光摔嘛 顯著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這個 水箱護罩嘛 也有點像殺肉的感覺 然後很大的一個 Infinity的LOGO 那Infinity當初 也有點類似 這個TOYOTA 跟這個LASUS的關係嘛 就是一個 美規的版本嘛 就尼桑在 美國的版本 所以其實他們 有點類似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覺得當初啊 他選到跟這個賓士 去做一個合作啊 那在台灣 打著這個賓士的名號 欸銷售量 應該也是創下 蠻不錯的一個 家機對不對 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2355018 然後他的側輪弧 當初走高級的路線 所以呢 他就是有 烤漆的輪弧了 防刮材質就是什麼 沒烤漆的輪弧 所以你如果用Active版本 就不要烤漆就好了 好 所以有烤漆就稍微有質感 所以像我們 那個UX 我們今天秋緣開成的UX 他就是有 烤漆的輪弧 對有改成烤漆的 好有烤漆的 稍微就比較 比較有質感一點點 好來看一下 側邊的這個線條 都比較讓人的 那種肌肉紋理的感覺 有沒有 然後這個地方 沒有意外的話 依照阿呆的想法看法 應該在呼應前面的水箱護照 那種折線是不是 類似那種感覺 應該是 欸我跟你講 他除了這邊這樣折起來 這邊也這樣喔 呼應啊 呼應又呼應了 類似這種做法 那他整個後窗呢 也整個這樣下收 再看到他後面 所有應該在國產車看到 很多是這個 不會烤漆的地方 他都有做烤漆 聽說後門很重 這很多車有反應 後門很重 真的蠻重的 所以很多人都說 這個沒有電尾門很鳥 有些會去嫁妝阿 他這個後門 其實對女孩子來講 其實是有重量的 後門要舉起來是 需要出一點力的 那也證明了 他其實是一個蠻張 他比GLA還重喔 你能想像嗎 細出同門的車子 比賓師還重 我記得GLA200 是1400多公斤 他是1500 超過1500 日本縣的竟然比德國縣的還重 很難得見到這種 很像 你在看A片的時候 沒想到日本的南優竟然比 美國南優 還要蠟舉 你懂這種意思嗎 蠟舉 怎麼會這樣 類似這種感覺 你會覺得很shock 類似這種感覺 怎麼會比他重 有沒有 你看喔 你看喔 進口車跟過來車的不一樣 他後面這一片 就不是用那個 我們常見的那個後紙板 這是什麼 這是塑膠的 塑膠的 塑膠的 這不是紙板 真的不是紙板 你自己摸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 真的是可以不用偷的 就是依照你製造成本 你的賣價 所以我意思是說 製造廠是知道 可以怎麼做得好 對不對 他就是真的知道說 我這台車出來 可以賣多少錢 我要賣多少錢 所以去選擇材料 一定知道 怎麼都不知道 因為他賣比較貴嘛 所以他用料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後車廠我覺得 中規中矩 依照他的大小 不過比想像中的大一點 我以為會很小 因為他屁股整個 有這樣縮下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比想像中來的大一點 然後我要打開看一下 下面還有沒有位置 不太近 然後下面還有一點點的小空間 沒有備胎 然後你看他旁邊 就全部都紙龍毛 那高級車一定都要紙一下 旁邊一定都要紙一下 龍毛 那邊 有沒有 不是 我也是保麗龍 不是喔 我也是塊板子 我怎麼有板子 我會有像保麗龍的這種 花紋 對他是硬的 對啊 我也是保麗龍 結果不是耶 好 後面的空間也還不錯 不過整體來講 我其實 我本身我還蠻喜歡這台車子 以這個外觀來講 我是覺得還蠻喜歡的 這個車還有中我的一個點就是 很多人是覺得說 這一輩子應該要開個歐洲車 類似這種感覺 你又怕說什麼 歐洲車很難照顧 問題很多 這個時候 你就找一個什麼 混血兒 感覺可以取中間值 就像你今天 你到一個麵攤 你想要吃炸醬麵 又想要吃麻醬麵 這時候怎樣 吃雙醬麵 對不對 就跟滷肉飯 跟雞肉飯一樣 雞滷飯 對 類似這種感覺 看一下內裝的時候 這沒盲點嗎 好 我好幾家幾家 那是內裝嗎 冰室內裝 跟我在A20有點像 那冰室就是什麼 它的電動椅 就是坐在門板上 然後這所有的開關 一看就是什麼 就是冰室的開關 好 唯一一個差別 我記得如果是GLA A-Class 冰室的檔是坐在這裡 白檔 那它就把它坐在這個 這個地方 然後做一隻小雞雞在這邊 那我現在看到它這個方向盤 盤徑 我光看到我就不太想用它 有多大 它好像遊覽車 反正是這麼大 超大的 方向盤調整 然後試一下 然後你看 鑰匙就是冰室的鑰匙 就換個Mark而已 我跟你講 但這材質不一樣 你記不記得 冰室是電鍍的 它是霧營的 如果沒記錯的話 好 然後中空檔所有的介面 全部都跟冰室的一模一樣 包括這個空調的轉盤 雙居恆溫空調的用法 方向盤上面的這個介面 全部都是跟冰室一模一樣 然後它有支援方向盤的換檔快波 然後 這方向盤盤進 天啊 有點受不了 我光用看的我就受不了了 太大了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很大嗎 因為很大 我剛剛移車我覺得鑽起來有點吃力 你說大到有點吃力嗎 對啊 很不習慣對不對 天啊 然後又很滑 完全沒有打洞 超光滑的 出風口的設計造型就不太一樣了 因為 這一代的冰室的出風口造型是圓的 所以它這個 這個下半部是冰室的 上半部就它自己做了 軟塑膠 好 這邊就是軟塑膠 開關就是冰室的 手套箱 有一點點阻擰感 但很小 然後裡面全部都有直龍毛 這台車有一個很特別的 它的這個A柱跟它的屋頂 用的是特別的 不是Akenteva 但是它用的也是一個品牌 我忘記名字了 有點像反皮啦 它叫做意大利奢華皮件常使用的襯裡材質 Dynamica 然後它全車系都是採用Nappa的皮革座椅 有前後高低的那個腰靠都可以調整 從前做三組記憶電動椅 我先把我的座位調好好了 欸好像差不多欸 欸好小喔 這個上下車很不容易喔 因為它的開口縮很小嘛 你看它的開度出入口其實蠻小的 雖然它開度已經蠻大了 它開度已經幾乎快90度了 但是因為它這邊已經縮到很小 所以上下車其實也不容易 喔好小喔 那麽它這邊很難上車 你看它只給我這樣一個位置上車而已 欸不過還夠用欸 欸沒有頂到欸 欸啊 天蓬好漂亮喔 你這樣燈這樣打起來有沒有 這天蓬好有生活感 後面有一組12伏特的點煙器充電 那後座的坐姿是 還可以欸 我本來說挺其實有點傾斜 我要說它頭部會頂到其實好像也沒有 我頭部已經算輸很高了 可是也還沒有碰到 還沒碰到 還沒碰到 所以一切都剛剛好 還不錯欸 還可以 夠用 這個拿來當一台台台北市裡面的一個代步車 安全性來講應該還不錯 所以試試它吧 Let's go 八億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欸該沒有觸碰喔 有吧 不靈光而已 真的耶 只是不靈光而已 這還環景耶 算有點可愛 大概是7速的雙鯉耳機 OK Let's go 雙鯉耳機還不錯啊 我本來以為會有乳型 我剛剛慢慢的在店裡面淺淺厚厚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蠕動感 而且我現在開的是E模式耶 它這裡有模式可以選擇 E模式 Sport模式 手排模式 欸 它沒有一般喔 E模式 E模式我覺得就還蠻輕彩的 彩起來就蠻輕盈的 不過你看它這個就比較那個一點喔 它比較簡配的那個 這邊就不會有那種銀色的按鈕 所以那個淘寶啊 什麼都會賣這種鐵片 銀色的鐵片 所以它那個賓士的等級高等級低啊 這些按鈕質感都會不一樣 你如果買一些賓士比較簡配的 它這些按鈕全部都塑膠色 就像它這樣 什麼都沒有 讓你知道是什麼功能就好 不過1.6T放到現在 還是一個很主流的排氣量 只不過現在搞不好都是三缸 1.5三缸 154坪耶 25.5公斤米的鳥力 那小賓士啊 穩啊 你看 轉彎過三十多風 穩 我有滑動感 舒服 我覺得啊 第一個首先 隔音是肯定是不錯的 風切聲啊 底盤的抑制啊 引擎的那個隔音的隔絕啊 我覺得都是做得很不錯的 我覺得因為畢竟我們這是二手車嘛 不是新車 胎罩聲是有的 也不能霧爛 胎罩聲也有傳進來 但是呢我覺得整個開起來啊 非常的順暢 真的有那種高級車感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跟賓士很大的不同 我覺得這個比起真正的賓士啊 A-Class也好 GLA也好 多了一點點的細膩感 引擎的運作 變速箱的銜接的換檔 整體啊開起來操作起來的感覺 沒有那麼粗糙 我覺得是調教上面的差異 你光一個引擎的那個運作的那個 反饋聲音的那種給你的那種反應的感覺啊 賓士給你的是更加的粗糙 但是我所謂的粗糙不是貶義詞喔 就是它可能是要刻意的要給你那種粗糠感 它比較硬派一點 對 但我覺得它傳進來是細膩的 就是它傳進來 你還是有那種日本車的感覺 但是雖然我放眼望去 都是熟悉的德國車 其實也蠻怪的 我這樣低頭看就是德國車 抬頭這看 好像馬山還是什麼之類的 有沒有 那種衝突感 也是有點怪耶 欸我認真講啦 我開到這一邊啊 我可以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件事情 假設如果你讓我去選擇 說GLA跟這個Q30 你現在讓我兩台選一台 我會選Q30 我覺得GLA很醜 它那個屁股那個燈 我覺得幹嘛又不夠醜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店裡面很少有賣GLA 超少 我記得賣過一台藍色還是 他媽清倉促銷賣掉的 那個車從以前就是不得我的緣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陣子有 有很多的那個外匯商 瘋狂在進那個GLA的水貨車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對那個車就是一點 一點就從來就不覺得好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台車如果真的要讓我討厭它的理由 就是它的椅子 跟它的方向盤 真的嗎 這椅子一點美感 方向盤一點美感都沒有 我認為這個Infinity的內裝工程師 可以去XXXX 配色啊 設計啊 毫無美感 連Daze的時候都幹不已 一手好牌被你打爛 已經OPEN BOOK了 你有沒有想過老闆已經送分 已經送半套給你了 何謂送半套就是 老闆已經找一個大咖來了 我今天要出一張唱片 我已經叫大淵來 幫你唱半手歌了 夏中控這個 賓士這個 RAP已經幫你唸半熟了 手指已經來幫你唸半熟了 看你還弄不好 我就是很爪 這樣喔 你還有爸爸 我就是很爪 你知道我意思嗎 請支持一下我們大台風沙門姐 我就是很爪 好不好 請大家支持一下 沙門姐 我們沙門姐 不是靈友會喔 不是靈友會喔 我們大台風樂團沙門姐 我也是有認識的喔 很紅喔 現在各大報章雜誌媒體 新聞八大電視台 瘋狂播送各大論壇討論區 目前最夯的沙門姐 大台風樂團 我這個巔峰期的時候 我也是去跟他合唱過歌的喔 什麼巔峰期 體重巔峰期的時候 我跟馬桑那弟的時候 我看我還去拍MV耶 對啊 我不是阿呆嘛 我出演MV耶 我就是很爪 哈哈哈哈 我只怎麼會講到這邊 喔 對不對 翻套啦 對啊 人家都已經送分送成這樣了 你就做這些 其他地方你都能 而且人家都已經有參考給你了 模組都給你了 你還能把這個內裝做成這樣 是不是很鳥 就兩個嘛 一個就是你真的設計得很爛 一個就是你根本沒有想用行坐 而且你用料還用很好耶 什麼義大利的什麼 也不是老闆叫你省錢吧 那你有預算的 以前當兵你知道 學長拿200塊給你 叫你買菸 買零食 還要買飲料回來 還要再叫你找30塊回來 你知道以前當兵是這樣 意思很明顯的啊 就是要你自己貼啊 就是要你請他啊 我現在按Sport 對不對 如果是有預算的考量的話 還沒話講 結果你做成這樣 我剛Sport按下去 整個力量就更薄了 它為什麼自動包呢 它不是 它沒有AutoHaul喔 對它沒有AutoHaul 對對對它沒有 我AXS那時候16年的時候 就有那個身材下去 就AutoHaul啦 為什麼 它們明明就 同系統的東西 它為什麼把這個東西拿掉了 唉唷 這個很棒的功能 它竟然沒有 這真的就可惜了 我現在用那個Sport模式 開起來我覺得是非常的 遊刃有趣 這雙離合器變速箱 我覺得調整的 目前開起來我覺得它調整的 換檔銜接還不錯 它不是那種 過分的讓你 感覺很熱血沸騰 很暴力 然後在那邊拉 高轉速 然後讓你哇 好爽好爽的那一種 它是能讓你感受到說 你開起來是很有力 然後換檔是很順暢的 很綿密的 還是一樣讓你覺得 很斯穩 有條不問 我上次開哪一台車 就是那種很刻意的那種 反而是 轉速拉到讓你覺得不太舒服 轉速就是一直硬拉硬拉 然後本來換檔很順 然後硬 硬把你開了Sport以後 那個換檔硬要讓你 變得很頓挫這樣 讓你變得很明顯 你知道嗎 好像是SEED喔 不過它比較可惜喔 因為它這個時候 剛好是賓士已經進入一個 量產的那種 特賣會平台的時候了 所以它就改成前輪驅動了 大量想要壓低這個販售的價格 那也的確喔 那一陣子雙B有沒有 開始要搶佔市場了嘛 我都說那叫特賣會平台 不過的確他們也真的有把整個價格壓低下來嘛 一百多萬都可以買到雙B了嘛 雙B就開始路上能見度會越來越高 要不然以前雙B都堅持都是做後輪傳動的平台 所以它這個是前輪驅動 但是還是蠻好開的啦 前輪驅動的開捷盒 也不就是這樣 我們又不是在廁所 當然不能這樣比啦 但我講最近的感受嘛 這個至少一樣下雨天對不對 我自己在過彎的那個速度 上面我的信心感就會比SEED高出很多 那整個底盤的那個信心感 畢竟的確是不一樣的東西啦 我不是要拿筆喔 不一樣的東西喔 我知道 I know I know 好不好 只是因為相距 拍攝的相距比較短 然後剛好都是雨天 路面濕滑 所以就很明顯就可以開出來 總結啦 內裝醜啊 呵呵呵 好啦這主觀的啦 我自己覺得啦好不好 但開起來呢 外觀我覺得是我主觀覺得漂亮 比起這個賓士啊 我覺得它的引擎跟變動箱的運轉的細膩度 有那種日系的細膩度 妥占率的部分啊 大家也可以上網去研究一下 我目前這樣定期一陣子 我們陸續以來賣出去 我倒覺得 沒有遇到太大的問題 好大家也可以上網去研究一下 沒有太大的什麼通病 了不起都是一些耗材啊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光摔 或者是一些ABS的輪速的感知器啊 等等的 好吧那也歡迎有一些車主 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 也讓有想要入坑Q30這台車的觀眾 可以參考一下 或是你有遇到什麼樣的通病 歡迎大家留言來分享 欸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我們拍一個片有車主 不過叫人家分享 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有那種搭牌業務還是什麼 好啦大家還是要自己有媒體 媒體試圖能力 這我真的沒有辦法 這社會太黑暗了 那另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我記得我們這一台 在我們的光網裡面販售是69.8萬 那這個市面上喔 目前在收購的行情 依照車款我們在6萬多 其實里程也不算多啦 我們的標準大概都會放在這邊 進口車 它6年車嘛 一年大概就是在1萬公里 進口車我們標準很高 希望它一年最好是在1萬公里 年也是最好 那我們一般在收購價 應該都在五字頭 2018年6年車 折價真的是蠻大的 欸 新車150耶 1 3分之1耶 我們買1 3分之1啦 你們買可能不到 因為我們還要削一下嘛 呵呵呵呵 對不對 削個一本這樣 跟大家分享啦 我也不怕大家知道 要不給我撞我也 我也撐不下去嘛 那喜歡中古車系列的推車影片 也務必留言讓我們知道 把我們的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也別忘記把它訂閱起來 你這次的歌不叫做什麼 Infinity Q30 啊 Q30 Q30 330還能說出來 30可以 他會唸中文啦 不然你再次用中文了 要不要 那我寫Infinity Infinity Q30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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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 我們Inster的 那一根車 呵呵呵呵 那一裝好爛 呵呵呵 呵呵呵 一手好拍打爛掉 呵呵呵 很多觀眾會問我說 欸會騙尾曲來 騙尾曲我們自己做的 好不好 AI 對啊 多好玩 我覺得做那個也蠻好玩的對不對 對 又不會被版權躲好 好不好 所以如果有這個 有興趣的車廠 乾爹朋友們 跟我們聯繫 我們很認真在做影片 我們會幫你們做主地區 呵呵呵 不會多收錢 都送的 對 都送的 都Package在裡面 我們是一個Package 呵呵呵 好可憐喔 我們現在自己的影片要置錄自己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Aviniiq Q30 平台共用 快信來想奔駛 一遍流聲的渦輪增壓 配上雙口輪就直立四崗 这颗一镜一镜都算新年口 半世界A200算是它的电信中 前面麦挖成后面多连开 三路过弯不掉不会太乱 其实说一二七的自首拍片思想 零到一百公里 加速8.9秒不算太长 进入号14.07公里每公升 方向盘直径 全大的像在开工车 彻底化彩用意大力 成立材质Dynamic 全场Sanky高中一材质 还才有Napper 雷装材质更展现出高级消化感 设计长篮工程师是不是在偷懒 Invenitor的Q30 就像是日系的飞食 银色的还有更车 是日皮豆腐的风格 Invenitor的Q30 就像是日系的飞食 把头更新木板给你看 一手号牌还被你打烂 GT的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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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现在年轻人有那么需要跟车就对了 每天都在用 真的欸 我每天都用欸 欸 我就算我现在开Hurria 我也没在用跟车欸 跟车没有每天在用欸 我是天天用 啊 因為你要開 不會啊 我以前住新店 我也不會天天用啊 自從發生了那個事情過後 喔 發生了那個事情 你更不能用跟車吧 沒有啊 我就是更加專注啊 他輔助我 我輔助他 你北七喔 那更加相信自己吧 發生什麼更懸的事你更不知道 顧問野龜踩的還是車子踩的 你都搞不清楚 那怎麼可能 發生那種事情 我控他也控啊 就變成是兩個人在控啊 媽的 搞不好是三個人五個人在控 你怎麼知道啦 我不能接受 我是還是相信自己 幾隻腳在踩你都搞不清楚了 我怎麼受得了 我要確定只有我一隻腳在踩